姐妹们找到了最好的婚礼工作室 女孩们,告诉我你们在找什么样的裙子啊 我想要轻一点,保暖又好看的 嗯,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黄金收藏礼服 我想要一件凉爽色调的裙子啊 你可以看看这件名为东梦的裙子啊 太棒了,你可以决定自己的风格 现在可以试试啦 那姐妹去了一间是一间 这件裙子看起来比女孩们欲想的还要好 哇,这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这就是我梦眉以求的 我们两个都要了 太棒了,感谢你的购买 安娜的裙子真的很适合她 但我们需要一个面纱来搭配 有电线 它很稳定,可以挂住任何东西 制作头戴 添加薄纱 戴上它,用树叶和鲜花装饰 软薄纱与长白完成了这套外观 手套是一个优雅的配件 哇,我们的主角是一个真正的淑女 把鞋子放在架子上 高跟鞋是更好的选择 用直接油盖住它们,这样就更闪耀了 安娜真的很期待她的婚礼 她的心充满了爱 连鸟儿都在祝福它 阿拉夫带来了一些织物 你今天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务 让我们做一件布长西装 为长袍剪一个圆圈 拉它 头必须适合 系上丝带 加入袖子和白领 阿拉夫手里拿着一本特别的书 嗯,这是我演讲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不要搞砸了 但这不是最困难的部分 在讲台上保持安静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些冰冷夫妇为他们的婚礼 选择了冰装饰品 阿拉夫,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哦,杰克,不用担心 我练习了很久 新娘来了 艾莎选了一件完美的裙子 但是鞋子 你不能在婚礼上穿靴子 为姑娘送给她一件结婚礼物 一双水晶高跟鞋 用来一时和闪光霜洞装饰它们 面纱是最好的婚礼配饰 固定一个跳环 并用水晶装饰 她是女王 她还戴着项链 还有一个蓝宝石来饮食 肩膀上覆盖着一条 有白色人造皮毛制成的斗篷 配件链将用来固定 梳头发 让我照照镜子 完美 我太高兴了 很难让这个新娘开心 但我们做到了 让我们回到仪式上来 大家都在等演讲 我已经准备好了 艾尔莎 你呢 我准备好了 捷克 你愿意艾尔莎成为你的妻子吗 我愿意 你艾尔莎 你愿意捷克弗洛斯特成为你的丈夫吗 我愿意 你们可以交换贴纸了 现在可以亲吻新娘 但有个惊喜 她姓了奥拉夫 我现在宣布你们两个结尾夫夫 耶 祝你们幸福 快乐 花店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给我们做最好的捧花 我们可以用装饰叶子 花朵和藤蔓 做一束美丽的捧花 用包纱包裹 并用丝带盖住手柄 安娜可以整天拿着捧花 克里斯托夫决定做一个绅士 我要给我的新娘一束捧花 她可能都忘了 我要去摘一些花给她 不要克里斯托夫 新娘花束应该很小 交给我来准备吧 谢谢 让我们把花束藏在光木丛里 给她一个惊喜 好主意 安娜没想到还会有惊喜 但她很喜欢这个花束 让我们做一个新娘拱门 切一块发泡胶 并附上一个电线 用干花装饰拱门左边 拿竹棍盖住底部 右边会有鲜花和绿色植物 它象征着新的生命 多么美丽的装饰 我都嫉妒我自己了 我要去参加这么美的婚礼 克里斯托夫 你准备好了吗 安娜在这儿了吗 耶 奥拉夫决定做一个经典的仪式 你们结婚了 爱 亲吻 泪水 我们做到了这一切 让我们祝贺这对新婚夫妇 厨师们正在做婚礼蛋糕 三层发泡胶 好的 我们将用两种颜色的青年土做翻糖 准备好了 不改涂层 将蛋糕分到中间 用闪光冰块 冰柱和看起来像焦糖晶体的 来一时装饰白色的一把 绿色的一半像祖母绿一样闪腰 但它用奶油玫瑰盒 装在金属玻璃的巧克力液装饰 安娜和艾尔莎接近在同一天 庆祝他们的婚礼 他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只能把蛋糕分成两半 这样两些妹都能开心 你的一半更大 你的一半有更美味的装饰品 女孩们不要再吵了 你们两个都会得到一些蛋糕 这两半是一样大的 让我们尝试制作艺术 制作冰雕 将硅胶模具装满水放入冰柜中 血花准备好了 用熊魔做相同的步骤 我们只需要把冰取出来 用闪光和人造学装饰雕塑 一个光线好的华丽照片器 能拍出最好的照片 尤其是当欧拉夫是摄影师的时候 还有谁想拍 好的新红夫妇 牵手 微笑 现在把艾尔莎抱在怀里 好了 我会给你有史以来最好的相册 让我们为艾尔莎做捧花 最美丽的雪花正好结冰了 雪花 都不是花 太独特了 用珠子和蓝银石串完成它 哇 你可以拿着这件树水晶 而且不会有额外的花瓣 艾尔莎姐丁不用鲜花 它们会在我的手中结冰的 但雪花不会 谁准备好结捧花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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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 我要扔了 我接到了 这是我的 给我 不 这是我的 姑娘们 冷静点 在你们吵架的时候 我又做了两束捧花 你怎么能拒绝高拉夫呢 玻璃雪橇看起来很特别 让我们换个表面 冰箱看起来好多了 用雪装饰两侧 包上用冰柱制成的花管 赖银石像冰冻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在背面加一片血花 银珠和新婚夫妇的名字 艾莎加杰克等于爱 血花吊坠会发出噪音 让整条街都听到 如果你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会知道这是幸福的一顿 青鹿准备好把新婚夫妇 带到世界各地了 艾莎和杰克跳进了雪橇里 今天他们在庆祝 我们要告诉大家 让我们开车去看日落吧 走吧 雪橇开始移动 外面太美了 真不希望这一天结束 让我们升级婚车 用冰冻的贴纸替换车牌 背面有这对夫妇的名字 还有一个巨大的标志上面写着 新婚夫妇 有花瓣 大花 螺旋形绿色植物和可爱的花朵 装饰汽车 连轮子都很漂亮 后面记着丝带 它使汽车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花冠 让我们度蜜月吧 我喜欢和我的真爱一起开得很快 感受风吹过脸庞的感觉 我们走吧 哈哈 克里斯托夫 我们弄掉了所有装饰品 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吗 给我们点赞 订阅拉利路频道 并打开机视频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的新娃娃创意了